这个变态的男人把一个女孩关进了地下室 虽然女孩苦苦哀求 但变态男人始终互动于衷 女孩发现被囚禁在此地的不止她一个人 而变态男人的恶行仍在继续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犯罪片《盲政》 我们的女主秀雅是一位见习警察 她和同样在孤儿院长大的炮灰地青铜姐弟 秀雅对炮灰地的管束也是相当的严格 为了让炮灰地好好学习 她利用工作之便开车 把炮灰地从街舞的现场给强行带走了 两人在车上起了争执 近日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这场车祸导致了炮灰地的惨死和秀雅的双目失明 三年后秀雅也早就适应了在黑暗中生活 眼睛看不见之后 嗅觉听觉和触觉就变得更加的敏感了 对于因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弟弟的惨死 秀雅非常的自责 盲人出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虽然有导盲犬小智的陪伴 但秀雅仍是差一点被车给撞了 晚上秀雅打车的时候不幸遭遇了变态男人 变态男人一看秀雅孤身一人 而且还是个盲人 于是便起了担念 他拿出一瓶柴有麻醉药的咖啡让秀雅喝 秀雅虽然看不见 但是他能感觉到气氛不对 男人急于让他喝咖啡的行为 使他顿时警惕了起来 两人正在车上争执的时候 变态男人一不留神撞上了一个女孩 变态男人对秀雅谎称撞上了一条狗 迅速将受伤的女孩装进了后备箱 但秀雅凭经验判断 他装的应该是一个人 他迅速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但是却被变态男一把给打掉了 本来变态男准备把秀雅一起撸走 但此时刚好有汽车经过 变态男只好开车仓皇而逃了 由于没什么证据 加上秀雅还是盲人 因此警察只是草草的问了几句 也就没了下文了 但没过多久 那名被撞女孩的家属就到警察局报了案 声称自己的女儿失踪了 联想到头天晚上秀雅说的那起车祸 警察只好把秀雅带到警察局进一步询问 从刑侦的角度来讲 一个双目失明的证人 对案情不可能有什么帮助 这种案子谁都不想接 来自府山的赵警官 由于在单位混的最差 因此队长把这件案子交给了他 本来赵警官也没报什么希望 但跟秀雅聊了一会儿之后 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眼前这个双目失明的女人 比一个正常人看的还清楚 原来秀雅可以凭回音判断出一个人的身高 凭直觉判断出一个人的年龄 而且他还通过跟司机的接触 认定司机是一个左撇子 赵警官一听彻底震惊了 根据秀雅提供的信息 警方迅速在路边拉了一个 寻找肇事逃逸者的悬赏横幅 送炸鸡外卖的小哥看到之后 直接来到了警察局 声称自己当晚看到了出车祸的那一幕 但外卖小哥和秀雅描述的有很大的出入 首先外卖小哥非常肯定的说 那不是一辆出租车 虽然那辆车顶上放着地址灯 而且这个外卖小哥非常的没素质 话里话外嘲讽秀雅是个盲人 秀雅也没客气 说外卖小哥肯定是为了奖金 才谎称自己是目击者 搞得赵警官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一天深夜 喝得醉醺醺的龙套梅从酒吧出来之后 被正在寻找猎物的变态男盯上了 在喝了变态男 摻有麻醉系的咖啡之后 龙套梅被绑架到了地下室 赵警官和秀雅根据现有的信息 开始在出租车司机圈子里寻找变态男 但始终一无所获 由于没拿到奖金 外卖小哥一气之下 用资奔机把横幅给碰花了 而就在他的不远处 变态男正密切的监视着他 秀雅和赵警官吃完饭往回走的时候 通过吹进车里的风声 意识到变态男的车 极有可能是一辆先辈的两项车 而继承车根本就没有先辈的车型 这也就证明了外卖小哥的话是正确 此时的外卖小哥已经被变态男给盯上 当他意识到有人跟踪后 便开始仓皇的逃命 但最终被变态男一板转给排队了 幸亏父亲的住户出来倒垃圾 外卖小哥再捡了一条命 晚上变态男给秀雅打了一电话 威胁秀雅和外卖小哥不要胡说八道 不然他就要杀人灭口了 意识到大事不好的秀雅急忙来到医院 劝说正准备出院的外卖小哥 一起去找赵警官 但是他可不知道 变态男此时正坐在他的不远处 变态男的想法很简单 干掉秀雅以防夜长蒙多 当他跟踪秀雅上了地铁之后 刚巧被外卖小哥给看见 意识到秀雅有危险的外卖小哥 急忙给秀雅发去了视频对话 在外卖小哥的指挥下 秀雅开始顾头不顾定的逃命 虽然有外卖小哥的精准调度 但秀雅毕竟什么都看不见 在速度上明显比不过变态男 眼瞅着秀雅就要遭毒手 导盲前小智扑过去 一口咬住了变态男 为自己的主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秀雅得救了 但忠诚的狗狗却残死在了变态男的屠刀之下 通过变态男遗留在现场的麻醉剂 加上当初秀雅在车上闻到的消毒水的气味 赵警官认为凶手极有可能是一个医生 经过外卖小哥的辨认 警方终于确定了凶手开的是一辆标志308小小车 为了防止凶手狗急跳墙再次杀人灭口 秀雅带着外面小哥来到孤儿院暂时居住 他们这边正忙活着变态男那边也没闲着 他在网上查到了关于秀雅的身世 并了解到秀雅是在一名叫做希望之家的孤儿院长大的 赵警官经过排查 终于摸到了变态男所在的复刻诊所 在车库里他发现了变态男的标志车 当他正在取证的时候 变态男突然出现了 虽然变态男上了另外一辆车 但赵警官敏锐的捕捉到这家伙是个左撇子 跟当初秀雅说的是一模一样 变态男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于是便给赵警官来了个突然袭击 两人在扭打的过程中 赵警官不幸装了些什么 随后变态男用赵警官的手机给秀雅发了条信息 得知秀雅和外卖小哥正在孤儿院 由于院长带着孩子们出去参加活动 此时孤儿院里只剩下了秀雅和外卖小哥两个人了 变态男没敢耽搁 开着车马不停蹄的赶往了孤儿院 而与此同时警方也查清了变态男的身份 原来变态男是一名妇产科医生 也是当地臭名昭著的堕胎专家 四年前因为科药和调习病人入狱 才放出来没多久 变态男来到孤儿院之后 首先干掉了负责保护秀雅和外卖小哥的一名警官 然后和秀雅外卖小哥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从双方的实力上来说 双目失明的秀雅和身体单薄的外卖小哥 显然不是变态男的对手 几招过后外卖小哥就被变态男跟捅伤了 紧接着就是秀雅和变态男的斗智斗勇 秀雅把屋里的线路弄短路之后 在身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变态男的优势基本上没有了 他们俩在屋子里周旋 警方那边也展开了行动 他们来到变态男的家 在地下室里把被囚禁的女孩给解救了 秀雅跟变态男的PK其实也没什么权限 毕竟在各方面秀雅都不占优势 不过好在外卖小哥关键时候醒了过来 两人联手最终把变态男送入了梦乡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压经过 如今社会太复杂 变态渣男满街怕 年轻女性要注意 以防被人那个啥